大家好,我是Nama Cat Center的朱姑娘 今集我會教大家煮黃酒煮雞 黃酒煮雞是產後媽媽或是女性 尤其是秋冬時作為鼓養的食材都非常好 材料方面當然會有一隻雞 我買了一隻雞之後去皮 將雞分開兩個部分 首先雞身雞腳我會煮鮮 另外雞腿雞翼我會煮後 因為雞腿雞翼的人喜歡吃多些 所以後加後煮的時候雞腿可以滑一點 就會更好吃 還有就是黃酒 大概需要半瓶250毫升左右 當然我們可以預備多一點薑片 還有就是白貝木耳 什麼叫白貝木耳呢? 一邊是黑色一邊是灰白色的 這種白貝木耳呢? 一個纖維比較粗一點 另外也是貼質很好 還有粗纖維會有一些化羽的作用 所以如果橙褲或者女性生理期的血經 我們可以有一些乳血都可以幫它清除得好一點 日後說乳血積體或者朱力扭的情況 可以不太容易發生 就是這個白貝木耳 接著是花生 花生油分很好 不過如果有些產褲擔心敏感體質的問題 花生可以用合圖去代替 另外我就會有大概六粒的紅棗 紅棗我們說買雞心棗是會好一點 因為藥物價值就會好一點 另外紅棗記得要切掉它 因為那個圖相對比較粗一點 接著我又會預備擋心 如果是這個份量 其實將一條的不是太大型的董心 我需要一開為二給大家看看 但當然之後我會把它切成細片 董心也有一個保氣的作用 另外還有大概15粒乾的龍眼肉 它俗稱叫魚肉 龍眼肉也有些安神和沒有血的效果 還有大概20粒的材料 材料也有明目 也有少少的沒有血作用 就是我們今天煮雞酒的材料 我首先會煮湯 現在大概1.5公升水 現在就放些材料 我首先放些雞醬 放些雞醬 剛才說的花生和花生全部放進去 把蓋子放進去 把蓋子放進去 然後再煮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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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煮湯 10至15分鐘 等材料可以出味 我先開始炒雞 和黃酒 首先放些2湯匙的油 放進去 這裡有薑片 如果你說喜歡 這個湯是比較涼的 即是薑的 多一點 放些少少 其實都可以 我先把薑 炒一下 薑 雞肉 在這個時間 炒一下薑 去炒一下 炒一下 炒一下雞 炒一下 炒一下 煮湯 煮湯 骨頭 會減掉 煮湯 現在看到雞 兩邊都是 1 然後我可以放軟一點點的芭蕃蕃和螞蟻一起炒 如果喜歡多一點的話 放多一點也可以 略為炒一炒之後 我可以將整粥的黃酒加進去 如果是為人買的媽媽 酒大概需要煮30分鐘 我大概煮了10分鐘 稍後我會把剛才準備的湯放進去 再煮大概50分鐘 這個煮30分鐘的紅酒煮法 一定會把大醉喝了黃酒雞湯 把黃酒煮好給你 剛才的湯還有雞和其他材料 我現在先把它拌勻 當把它拌勻之後 我會把剛才這鍋湯 我會把雞湯放進去 我會把雞湯放進去 這個醋做黃的邊 蓋著這個雞酒 再用完火大概煮15分鐘 關火之前 我會放少許蔥葉 進去雞湯調味 這樣就可以關火了 我把鹽放進去 我自己不喜歡加這麼多 我會放少許蔥葉 大概的份量就足夠了 再煮一會兒 再煮一會兒 這個木耳煮雞湯就完成了 我們剛剛的Cat Center 其實每個月都定期舉辦 一些育英課程和回月證書課程 當中也會講座院和相關的食料 有興趣的話 可以登入我們的Whatsight 或者我的Facebook 可以瀏覽 有興趣可以參加